它会直接这样子 整块的浮出来 你看光泽掉了 可是唇色 还很红对不对 我的胶原蛋白长出来了欸 好久不见 今天呢要来分享的就是久违的上妆 其实今天这支影片本来是想要分享韩戏彩妆上妆 可是我就是慢慢收集 发现有一些日系还不错 有一些在虾皮看到的神奇彩妆 绝对还不错 所以默默收集起来 我已经不知道今天是什么主体装 其实都是近期收集的彩妆 今天会一起上妆 然后分享我自己的使用感受 给你们帮助的参考 那我们就先回到素颜的状态 从底妆开始分享吧 那这支有两款底妆 我们先来分享这款气垫 它是水丝绒气垫粉饼 那它的外壳造型还蛮美 像金属被融化 稍微带一点流动感那种不规则的状 远看呢会发现它其实是比较偏那种半雾面的质感 它不是整个都是镜面 因为镜面超沾指纹 可是这个它沾指纹的情形不会很严重 就触碰到它的质感还是比较偏塑胶一点的感觉啦 它的粉铺还蛮不一样 上面是有一点一点的气孔 所以我觉得它在上妆的时候 比较可以去分散那个气垫质地的厚重感 那我现在脸部就是走转妆前保养 跟擦的透明没有润色感的防晒 那再来呢就直接来使用这款气垫 然后就直接来上妆 而且它本身粉底液的质地不是很湿润的那种 所以如果你少量多次慢慢的去上妆 就要多压几次 然后色调上面 我觉得它比较偏中性色 带粉一点的感觉 因为我是偏黄金 所以很明显 这款就是比较粉一点 因为平常我都是用21号 但是这款的21号 我觉得它就是比较偏冷一点点 那么多次也稍微带到 好那近看 这边的光泽感就是这种丝绒水光感 光泽感又不会太过水亮到让你这样太过油腻的感觉 就是微微的让两颊叶变得比较蓬润的感觉 这光泽感我觉得还蛮漂亮 在一些修饰瑕疵的部分呢 它的光泽感又不是真的到很雾的 所以我觉得它修饰毛孔的效果没有到很强 就只好在我自己身上 这边看的话还是会觉得 毛孔比较明显比较炫一点的感觉 那这边的话就是有点微微的柔焦效果而已 微微的就大概两三层吧 所以如果你个人很在意毛孔 我觉得这边还是可以压一点蜜粉或是粉冰 再去做第二次的物化效果 整个肤质的平整度会再更好一点 那在一些遮瑕的部分呢 中等程度吧 不是高度遮瑕 因为你看像黑眼圈 其实我觉得两边没有差太多 这边就是比较提亮一点而已吧 因为本身粉底的色号就比较变粉白一点 所以我觉得黑眼圈就是提亮 那这些两家上面的一些斑点啊 这种浅褐色斑点 跟一些小小的斑 你看我只要稍微的转动一下角度 其实都还是看得到 所以它的遮瑕效果也不是到很呛的那种 那因为它的光泽感还蛮呛的嘛 会不会黏 我觉得你这样磨会觉得皮肤上面 稍微有一层微微的东西 但是它没有黏到 让你觉得很不舒服 其实是会慢慢的比你刚上妆的时候 再更收干一点点 就这样子微微的感觉 好那圆看先撇除色调适不适合的问题 我觉得它整体来讲 原亮肤色效果是还蛮不错 然后近看不会太过厚重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圆看 妆感是还蛮漂亮的 但是这款气垫啊 我自己试用过一阵子 我觉得它刚上妆的时候 妆感是最美的 就这个时候妆感会最美 但因为我是混合偏干肌 我觉得带妆时间一拉长 在比较干的部位 越来越干越来越干 然后到晚上喔 这种亮亮的感觉 就会大概被吃掉八成 然后就会变得有点毛毛干干的 就那种一颗一颗浮粉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偏干部位用 比较没有那么适合 可能会比较适合 也许混合偏油 或是比较中性肌肤的人来使用 我自己是觉得在我偏干的部位 像是额头跟亮甲 到了晚上都会比较容易有干燥浮粉的问题 那幼脸我们来用这个粉底液上妆 它造型超特别 正面看圆圆的 你会觉得 怎么又是气垫 不是喔 你看从侧面看 半圆形 半月形 就像一个盆子的感觉 我觉得超级可爱 而且它怎么是这样的红红的 那它的材质呢 是塑胶 打开来呢 就是这样子 那它的质地呢 也是属于液态感 比较明显一点的 那一样直接来上妆 那它的质地呢 一样是水感比较明显一点 所以我觉得还蛮好去推匀的 你要用手啊 用刷具啊 用粉撲 气垫粉撲 都可以 但我觉得 我有可能我对这款粉底液的期待太高 因为它的外型真的太可爱了 这款粉底它的妆感 就是刚上妆 这样你看 你会觉得好像跟左边那边气垫差不多 就那种四溶水光感 没有 它才刚上妆而已 它就出现那种干肯粉的感觉了 它吃不进皮肤里面 没有办法跟你的皮肤做一个融合 像这边 不管我怎么拍 不管我今天的浮况再好 它就是会有这种刚上妆 它没有办法跟皮肤做一个很好的贴合 然后就那种粉粉干干的感觉 这种粉粉干干的感觉 通常是有些不够保湿持久的粉底 在你带妆可能四五个小时过后 它会产生的问题 但这款粉底啊 你刚上妆它就会这个样子 尤其在我偏干的这个外侧轮廓这个地方 更是严重 不管左右脸都是我都观察过 所以我觉得它的贴肤效果还蛮不好的 甚至还有一点微微的起泄感 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我最近的肤况其实还蛮稳定 所以我觉得它的贴肤效果这一点 有点让我失望 那一些修饰瑕疵的效果呢 先来看毛孔 左边刚刚这边是讲三层嘛 那这边的话我觉得大概是有到五层左右 因为其实它的光泽感 还是比左边这边这种 有点带水光的效果 再来的更收敛一点 私人物感再更明显一点 所以它物化一些纹理跟毛孔效果 也会比较好 那遮瑕度的部分 也比左边这个七点粉明来的高一点点 可是其实我觉得两个的遮瑕度差异 没有到很大 就真的是那种很细微的遮瑕度差异而已 只是整体来讲贴肤效果 我觉得这边刚上妆的贴肤感 是我喜欢的 而且它没有什么太过厚重的粉感 就近看其实我觉得皮肤的质感还是蛮明显 可是这边的话 近看就是那种粉感还蛮明显 而且它这个粉还不是贴肤的粉 是已经浮粉的粉 而且这款粉底药 我用好几次观察过后 它除了刚上妆就不够贴肤以外 它还有带妆时间拉长 像是靠近比翼两侧 你比较容易出油 毛孔比较大的地方 它会直接这样子 整块的浮出来 变得很斑薄 你近看会有一块粉浮在那边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贴合肌肤的效果 真的是不是很好 就我自己的使用感受不是很好 所以我觉得还蛮可惜 它这个包装真的还蛮可爱的 再进入到眼妆 眼影的话一样有两盘 我们现在用这个CLEO的鲦鱼烧盘 它的包装配置呢 颜色就是这种很适合春夏的 就是豆沙色调融合了奶茶色调 所以我觉得还蛮实用的 不会太过强烈 那配置上面的话 一样有一些比较细腻的珠光 雾面打底色 重颜色 颜线色 以及像那种大理石的亮片色 所以妆感的层次上面也是有对叠出来的 那这盘啊 因为它是鲦鱼烧盘 所以它上面会有一些很可爱的鲦鱼烧颗 你看这样子 大鲦鱼烧 小鲦鱼烧 有这个零片的感觉 那我们就随手来刷几个颜色 那它这个珠光色是比较松一点的 就你在取粉的时候会发现它其实不是黏性很高的那种珠光色 我们钓鱼烧会从头开始吃 还是从尾巴开始吃 还是从肚子开始吃 这是一个心理测验 万一在底下留言 这边还有一个小支的钓鱼烧 然后来刷这个大理石的亮片色 它就压得再更软一点点 好 那我都刷色完毕了 我觉得它的发色度就是比较清透一点 但是日常很实用的发色度 那都稍微带有一点透透的感觉 那这盘呢它的色调是以豆沙色调为主嘛 就比较偏粉的感觉 可是我觉得它的粉是黄姬也可以用的 我是偏黄姬 因为它粉里面都融合了一点奶茶色调 所以它是偏暖一点的粉 即便是这个真的很像那种红豆沙 带一点紫调的粉 它放在黄姬上也是可以 不会让肤色变得脏脏的感觉 那我自己很喜欢左上角最大格的 最浅的珠光色 很像珍珠的那种感觉 随着角度最高的折射点 会有那种高光反射的效果 那最深的亮片色呢 则是有点小小的细细闪粉 所以那种璀璨的效果 会比较强烈一点点 我们就直接上妆 先用眼影盘里面最浅的这个雾面色 就是零片那个颜色 那我的眼皮还是有点暗沉跟黑眼圈的问题 所以就算遮瑕打底过后 还是会有点暗暗的 就可以先用这种比较浅一点的雾面色 就做打底 把眼皮的颜色再整理一下 那这个颜色我觉得要贴合肤色效果 就还蛮好的 就真的很像你的肤色 所以你稍微的刷一层 就会让眼周的颜色 看起来比较干净 然后也比较亮一点 再来就用这个钓鱼烧 你看他头已经被我磨到快平 然后验着下方轻轻的扫过 这个颜色叠上去之后 豆沙带一点点紫粉的感觉 就会比较明显一点 没有淡淡的紫 可是他这个粉纸啊 像黄肌也不会觉得肤色脏脏的 所以我觉得他调色还蛮神奇 因为很多偏粉的眼影在我的脸上 眼睛上面看起来都会很显脏 那这盘我就用的还蛮干净的 同一个颜色可以稍微带到 卧蝉的地方 再来我要混合这两个颜色 原来在眼尾的地方 带一点点到卧蝉后段这里 他会有一点微微的小肥粉 微微的 其实我觉得这盘的优点就是 你随便刷 他看起来都很干净 我已经叠四五个颜色上去了吧 整个发色还是很干净 没有阻掉 所以他的调色我觉得 实际上用起来有比单看还要厉害 再来我要来用这个很漂亮的 珍珠光泽色 搭配一些比较扁平的亮片刷 哇 哇 哇 天啊 这亮片好美喔 这光泽真的超美 而且它是带有透明度冰块感的那种光泽 所以你压上去之后 它还是会有点微微透出你刚打底的雾面色 它的服贴性也蛮好 因为有些这种光泽色啊 就是你在刷的时候会飞的到处都是 但是我觉得你一压上去 它就贴住了 然后可以慢慢的把它圆染开就可以了 冰块感的光泽色好美好美 就如果你很害怕放太多大亮片的眼影在脸上的话 其实我觉得它这个颜色光泽度够 然后它的亮片感又不会太重 有没有 扫在眼头直接亮这个地方 再加一点点不一样的光泽色 轻轻的扫在眼尾这个地方 好美哦 好美哦 这个颜色 因为它有点带粉橘棕的感觉 所以刷上去会有点增加无辜感 就是那种泪眼汪汪的感觉 但是不会太过刻意 好漂亮哦 最后用这个小鸟鱼的雾面色 稍微的画出沃缠的阴影 用这种粉棕色调粉色调来创造阴影 比较不会怕出错 再用旁边这个颜色 稍微的描一点点下眼线 微微的就好了 最后呢再描一点点眼线 其实我觉得不画眼线 直接这样就刷睫毛应该也蛮好看的 但是我还是想要测试一下它的眼线色 验证能力好不好 好这样眼妆就完成了 其实它完妆之后即便你用很多个颜色去堆叠 它呈现出来的妆感还是蛮干净 而且带有一点清透感 我觉得这种清透感会让你整个眼周变得很明亮的感觉 所以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好远看就这样子 其实看不太出来眼睛上面有什么太过明显的颜色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韩国最近的彩妆趋势 有点越来越弱化眼影的分量 再透过一些眼神跟睫毛的效果 去让你的眼睛看起来比较有精神 可是又透过眼影这种淡淡眼影 让你整个眼周感觉比较干净 然后是有精神的 所以我觉得这盘还蛮符合这个趋势的 它这些光泽色的表现也不会亮到让人觉得很抗拒 或是不好驾驭的感觉 所以整体操作起来我觉得是还蛮实用的 而且几乎是不分季节 因为它虽然说有点清凉感 可是它清凉感又不会真的很像那种夏季限定 其实我觉得放在春秋两季 或是冬天用 其实都还蛮可以的 再来右眼我们来用这个完全不同风格的 飞天小女精盘 它其实这盘出了两个颜色 一个是毛毛 一个是花花 我买的是花花这盘 比较偏暖调 毛毛那盘呢 里面有一个绿色调 那花花这盘呢 里面就是有这种耐油鹅黄色调 跟一些珊瑚蜜桃色调 我觉得还蛮可爱的 那最上面这盘呢 都是珠光 打底色 主色 以及眼线色 那色调上面都是以暖调为主 那它整体的配色就是比较偏那种维他命的感觉 饱和度会高一点 但是它的饱和度 并不是说真的很欧美很浓郁 它都是走那种比较糖果色调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也蛮可爱 就是适合春夏色调 那我自己很喜欢它的亮片色 它上面是有很多不同颜色的小细闪亮片在里面 那亮度也是够的 又稍微带有一点透明感 那这个是偏黄调的亮片色 这个是中间色调偏粉敷调的亮片色 光泽感的颜色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但我觉得闪度都是够的 好直接来上妆 一样先用这个黄色的底色 那这盘啊 我自己很喜欢这个黄色的效果 因为通常黄色的眼影可能会让人家觉得 诶用完会不会有点太过夸张 可是它这个调色调的很好的是 它带一点那种奶白奶昔的色调 所以它刷上去 其实是会让你的肤色眼周的颜色 看起来比较明亮的 它有提亮的效果 就跟有些遮瑕盘里面 会设置一个黄色的遮瑕 去做最后的提亮 是差不多的意思 其实这盘的配色就是那种 维他命糖果色调的感觉 所以就是比较春夏限定 它暈染在眼尾的地方 因为我想要保留 前面黄色提亮的效果 所以我就不太大面积的覆盖了 就这样子 暈染在眼尾 一样带到沃尘 它虽然但用肉眼看 你会觉得这个颜色 哎呦怎么好像有点荧光感 还是那种糖果色调的感觉 可是它实际上放到你的皮肤上面 它虽然是蛮柔和的 带有点棉花糖色调的效果 所以并不会真的那么的荧光 再用最深的蜜桃色 加重在眼尾根部的地方 还有刷一点点在卧蚕后段的地方 那种糖果色调的感觉 就会再更明显一点点 同一个颜色 稍微带一点点到眼头 再用这个肉桂奶茶色 沿着睫毛的根部 轻轻的晕染出一个阴影的效果 一样沿着睫毛根部 轻轻的描绘出下眼线的感觉 因为这盘的发色其实都还蛮淡的 所以就算你用比较多手续去画眼妆 也不会说感觉色块太多太过复杂的感觉 因为它本身就这样都淡淡乌乌的 要刷一点点到卧蚕的阴影 再来我们来用中间的亮片色 这个亮片色也是很漂亮的 一样的刷在上眼皮中间 好美 它的细闪比较多一点点 有没有你在眨眼睛的时候 那种小小的黄绿色的细闪 好可爱哦 小精灵的氛围 如果你是想要追求那种 比较女团感的眼妆 这盘的亮片跟饱和度的效果 会比较适合 但如果你是那种纯玉派啊 若有似无的眼妆感 雕与烧会比较适合 亮盘的风格截然不同 然后它的小亮片会有点微飞 但是飞的不是很严重 就是微飞 有点掉到我的卧蚕这边 微微的 然后亮度很高 又可以同时保有透明度 去融合你底下的一些雾面打底色 再来我们用中间的打亮色 小微的来提亮我们的卧蚕 这盘拿来画卧蚕啊 妆感就会比较强烈一点 比较不是那种自然的珠光肉条感 珠光色来画卧蚕那种立体肉条的效果 会比较自然一点 那种亮面色的画卧蚕 就会比较刻意啦 这就看你的取向是什么 对它这个亮片会飞 我现在颧骨这边都是亮片 点一点在我们的眼头 最后一样来画眼线 好那右眼的眼妆也完成了 飞天小女景这盘呢 它整体的色系就是比较饱和 比较可爱一点 维他命色调的感觉 一个是女团感 一个是唇域感 所以两个氛围还蛮不一样的 我自己是觉得都还不错 就看心情使用 但如果以实用性来讲的话 钓鱼烧盘的实用度 跟试用场合会多很多 再来腮红要用的是 这个news的腮红液 重点是它这个包装真的太美 我当时在买的时候 我看评论很多人说 都是因为它的包装太美 忍不住买 其实我也是 我想说诶 这包装怎么那么美 很像那种指甲油放大版的感觉 但是它整个包装是很实的 手感非常好 那底下呢 应该是玻璃 因为真的还蛮重的 整个都是偏那种雾面的感觉 打开瓶盖 它就是这种压头式的设计 有点果冻感 质地的话就是像这样子 偏液态的感觉 那我买的4号呢 是3号 3号的使用方法就是很简单 你可以点在你的手上之后呢 再轻轻地拍上去 再透过一些刷具粉符拍开来就好了 好 那我们今天就直接用手拍的方式来上妆 那像这种腮红液 我觉得就很适合搭配这种小小的母质粉符 去把它拍开来 这款腮红液啊 我自己用的感觉是 它贴合底妆的效果 非常的好 基本上你这样子拍拍拍拍 然后等一下子 透过你的肤纹 去融合它们之后 它就会完全贴上去了 那像用这种腮红液啊 我自己最最最在意的点就是 它会不会黏 因为有些腮红液 你用了之后 会觉得你这一坨 湿湿黏黏的 其实还蛮不舒服的 但是你这样看 你看它不会有一道 特别水亮的感觉 基本上它已经跟你的底妆融为一体了 有没有 就收进去的感觉 除非说你本身的粉底 是用特别水亮 那就另当别论 可是我觉得这款腮红液 它融合底妆的效果 收敛的效果 真的还蛮好的 那再来就是 捏腻的部分 你看哦 我这样摸 有些腮红液 它是不会收进去 所以你一摸 它就会被粘起来 那这个不会 你看我怎么摸 它都是很安全的服贴在我的粉底上面 你不能够说它完全干爽 可是我觉得它清爽度 已经做得很好了 你这样风飘来 几根法丝 它没有到完全不沾 但它沾的情形已经很少了 所以这个腮红液 不管是要本身包装的质感 颜值 还是使用起来的妆感 以及它带给肤处那种清爽度 我自己都很喜欢 它如果有再出其他 我也喜欢的颜色 我会考虑包色的那种 再来是这个日排的打亮 那我用的色号是01 远看上是白色 可是其实细看它稍微 带一点点米肤色调的感觉 它的闪度非常的高 一样是那种珍珠光感 所以你在摆动的时候 那种珍珠光澤 真的真的很漂亮 那它一样稍微 带一点微微的透极感 它还蛮亮的 所以用量不需要太多 不要贪心 我们来试一个 纵向的打亮好了 有感觉到吗 我的胶原蛋白长出来了 这个苹果肌的光泽感 那你看它虽然说亮度很高 可是它不会像有一些欧美的打亮 你一刷打亮的边界感 会很明显 就很明显 你画了一条线在脸上的感觉 可是这个不是 它刷上去 它就会呈现一个很自然的光晕 拓散开来的感觉 我现在是刷在苹果肌上面 所以烹润感会变得比较明显 那如果你把它放在颧骨这边打亮 它一样可以呈现那种曝光的效果 所以这颗亮度 我觉得是可以调整的 你可以让它弱化一点 就不要爽那么多 那如果你要让它 比较激进一点的话 我觉得它也是可以的 非常的漂亮欸 有没有 有人看这个光泽感 那近看的话呢 因为它亮度很高啦 所以你看在一些毛孔 比较明显的地方 你不能够说它完全不显毛孔 以这个价位来讲的打亮 我觉得它粉质算是很服贴 而且是细腻的 然后色调也很完美 有没有 融合这种比较适合日常的 偏那种豆沙色啊 还是偏蜜桃色的妆容 都可以 它很白搭 好来看一下对比 左边有打亮 你看这个打亮的光泽感 脸颊那一道 救命喔 那右脸 其实右脸的底妆 刚刚没有上打亮的时候 觉得好像已经蛮亮蛮蓬的 那一笔之下就觉得 右脸好像少了什么的感觉 再来直接来用这个 维姿的点质笔 那还有分不同的颜色 因为最近大家很流行点质妆嘛 各种质 随便你点 那通常我们会用一些眼线液笔 因为这个形状通常会是 比较圆形的 周围会有点拓散开的感觉 那这个点质笔呢 它的设计就是 近看 我发现它头稍微比较大一点嘛 所以它专门用来点质 手心上面不小心点到 稍微点在这里让我开 就像这样子 你可以稍微的去操控质的大小 小一点的质 大一点的质都可以 那你点下去的形状 它就是这样子圆圆的一颗 那用这个点质笔 要比较小心的是 它的出水量还蛮明显的 所以不要按太烂 像我刚不小心画到 它就马上点上去了 我没有想要画在这个位置耶 但是就是 我也擦不掉 因为它服贴皮肤的效果很好 我刚刚有试过嘛 什么摩擦它都不太会掉 所以就让它在这里吧 然后我们再来点另外一颗 点在这里好了 就这样子 垂直你的皮肤 点下去 点下去 近看的话 我的质门就长出来了 眼周 鼻子 眼皮 都可以 或是你要点在这边 你蛮可爱的 所以这个点质笔 我觉得还蛮方便 就是你自己要注意 它的出水量的问题 最后就是唇彩 那唇彩我这是日牌跟韩牌都有 我们先来分享日牌的 我买的这两个 一个是Can Mac 这个颜色呢 是比较偏巧克力 中红色调的感觉 会比较适合秋冬啦 就是现在可能 会觉得色系比较重 但是因为我自己本身 就还蛮喜欢这种颜色 我几乎是 不分四季都在用这种颜色 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颜色 也觉得它好可爱 就真的是那种 巧克力色调 那它是那种不可逆的设计 转出来 就推不进去 所以不要转太多 那它的质地真的很润 所以你就直接 当护唇膏这样子涂 也是可以的 远看它的光泽感 还是蛮强烈 就是唇景会变得 比较立体一点点 我就会让波唇变得 比较放大的感觉 感觉是还不错 因为我本身嘴唇 比较薄一点点 那再来就是这个颜色啊 多涂几层之后 会变得比较薄 但是你多涂它的存在感 就是厚薄度 也会比较明显一点 也像我这样 大概来回涂了四五成左右吧 我觉得它厚薄度 还在我可以接受的范围 因为 因为它不会很黏 有没有 它其实是很干爽 它会有一层膜感 但是那个膜感 是完全服贴在你的嘴唇上面 所以当你在明嘴唇的时候 它不会产生很明显的黏逆牵丝感 所以我觉得因为它很服贴 又带一点点凉凉的感觉 它真的会让嘴唇凉凉 就像那种凉感护唇膏一样 所以它这个凉感会稍微有 有点去分散 它的质地在你的嘴唇上面的存在感 所以我觉得整体用起来 并不会厚重到 让你觉得嘴唇很闷 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那再来就是转印的部分呢 我现在是厚屯嘛 它会有点转印 那转印过后 表面的光泽感 也会比较脱落一点点 可是留在嘴唇上面的颜色 我觉得算是还有六七层左右吧 唇周的暗沉会变得比较明显一点 所以以单次转印的话 我觉得掉色不算是很严重 但如果你近时还是多沾几次 可能还是要补妆啦 再来是这款唇釉 直接来看包装 它一定要这种雾面的平身 但是它是塑料的材质喔 方方正正的 那这款唇釉啊 它是有光泽感的唇釉 不是整个都是很丝绒的喔 饱和度很好 那延展性也还不错 这颜色很美耶 它带一点那种焦糖色调在里面 所以不会巧克力过头 因为巧克力过头会感觉 整个人太暗的感觉 它带了一点点橘棕色调在里面 我觉得会再更明亮一点 因为我买这个颜色比较重一点点 我觉得如果直接用里面的唇笔去勾勒唇型 让唇型太明确的话 会有点太过沉重的感觉 所以我是习惯少量的暈染在唇中 然后再搭配一支唇刷 慢慢的去把唇线给暈开 让唇周的颜色比较淡一点 以亮面型的唇釉来讲 我觉得这款它的质地算是舒服的 你看它不会很黏 一样会服贴在你的嘴唇上面 所以我觉得光是不黏膩不会牵涉这点 就还加蛮多分 那再来就是它的质地也不会太过厚重 它会带给唇部一点点滋润保湿的感觉 因为我刚刚是没有擦任何护唇膏 就直接使用 那它刚好可以去舒缓一点唇部的干燥 所以我现在嘴唇都呈现在一个很舒服 然后唇纹好像不会因为干燥收干 整个变很紧的感觉 所以触感是还蛮舒服的 所以这支唇釉我觉得质地啊 还是显色度上面表现都很不错耶 那我现在用眼唇卸妆筋卸发现这支唇釉 它会有点微微的染唇 不是很严重 所以就算你表面的颜料掉之后 它还是会维持在一定的红润感 不会完全变得很苍白 所以我觉得微染唇也有加分 再来是这个S4的唇膏润唇膏 它包装还蛮美的 上盖是亮面型漸层的 那底座的部分是雾面的 那这系列的润唇膏啊 其实它很多颜色都还蛮荧光的 我买的这支算是 比较没有那么激烈的 是偏红掉的 一样带了一点点无花果的感觉 但是它是偏红的无花果 不带灰掉 那放在黄皮上面 我觉得还蛮显白 就是肤色变得比较明亮一点 光泽感也是恰到好处 就是像护唇膏的那种光泽感 它真的润到天边去耶 超润 超润 完全不会被你的唇纹阻碍 因为有些唇膏不够润 你一摸到你的唇纹 你就会觉得有点卡卡的 就是 你知道开车会有那个 断要断要断要那种感觉 但这个完全没有 它就是直接 滑到天边去 而且它的抚纹效果很好 因为我刚卸掉之后 其实觉得嘴唇有点干 就唇纹变得比较明深的感觉 可是我这样一擦 那唇纹直接被舒缓 我现在唇部的感觉就是 很滋润耶 颜色 极显白 巨显白 然后就算你的脸上的颜色 都比较淡一点 你擦这支唇膏 也不会觉得唇色太红的感觉 它不是有侵略感的红 所以我就放在日常也是一个 很不错的选择耶 就是整个人的亮度会提升 可是又不会太过有个性的红 然后这支唇膏它很神奇 你看这样妆感亮亮的 一定马上就掉 对不对 你看光泽掉了 可是唇色 还很红对不对 它只会先掉表面光泽 所以如果你只是简单喝水啊喝饮料 它不会整个溶掉 所以它齿色效果还蛮好的 但我刚卸过 我觉得它又不到很难卸 所以它这个齿色效果是很不错 它会巴在你的唇部上面 可是又不会马上掉色 就是这个唇笔 我买了两个颜色 一个是3号 一个是16号 刚好一个是修饰色 用来描绘唇形的 一个是填补中间的唇色的 这个3号色啊 乍看之下 会觉得用来描绘唇形 会不会有点深 但是因为我们的唇 是有红润度的嘛 不会像这样子是肉色 所以结合你的唇色之后 其实还蛮自然的 那另外这个是16号色 比较偏玫瑰砖红色 就可以放到唇中间增加红润感 像我自己唇之后 就是两侧下方会比较暗沉一点 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先用这种 就带有肤色调的唇鼻 去描绘雾化它 像我现在没有先擦护唇膏 我就觉得在用中间这个16号的时候 会有一点点干 好这样唇妆就完成了 有先用裸色去描绘唇框之后 你会发现在上唇 唇线真的会被雾化的比较好一点 就不会觉得唇型那么的明显 因为现在我觉得 不管是眼妆还是唇妆 好像都要追求一个若有似无的感觉 这样讲若有似无 若有似无的唇型 所以就不要太刻意的去描绘 太过锐利的唇型 所以我就先用这个唇笔去 物化它是有帮助 但是它的质地真的比较干一点 因为我现在没有擦任何护唇膏 我就觉得我的唇纹有一种那种 慢慢的被集中 被压缩的感觉 所以会稍微有点吃唇矿 不然就是你前面要先用一些润唇膏 先打底再来使用 可能整个唇部的感受会再更舒服一点 好终于都分享完了 今天这些彩妆呢 有一些是本来期待很高 可是实际上用满 也许没有那么适合我 所以就没有那么喜欢 那有一些是本来没有什么期待 可是用满之后发现真的还不错 就还蛮喜欢 就提供给你们那么多的参考 那以上就是今天影片 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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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